事先結果出爐國會改革案大部分違憲民眾黨團率先統批 這是一個對我們台灣掌握強大行政權力的行政部門行政官員 呵護備制對於正常的民主國家所擁有的國會調查權 卻處處刁難 但小時記者會黃國昌批評視線理由邏輯錯誤深表遺憾 至於總統無義誤付立院國情報告 鋪好了康莊大道的 賴清德也不用擔心違反他在選總統的時候的承諾 在我們的大法官眼中唯一核心的狀態就是總統來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立法院不能過問 這個是台灣人要的民主法治 而身對描述國會罪的反質詢爭議 大法官認為官員用疑問去OK沒問題 的解釋是真的大大的壯大官員他未來接受詢答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對於他不想回答的問題 他可以反問我們的立法委員 他可以提出疑問 就大法官你自己就違憲了嘛 抗議大法官的解釋燃營越罵越生氣 覆隨民進黨不演了 巧取強奪立法院制衡行政院的行政權的武器 其位大法官將在月底卸任 面對這樣的釋憲結果 接下來大法官仍是同意權案 民眾的喊出實質審查 但勢必免不了藍綠白之間的攻防 TVB的新聞核心大陸天 香港人可以不得好 我們在大陸天 在大陸天 還是有個很像 我們在大陸天 哪兒在大陸天 我們在大陸天